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能成就一方风味 本期味道带您感受一番大口吃肉的快乐 总有一些食物 只有在当地才能品尝到那口地道的味道 味道调查员将带您走进湖南衡阳 四川十年 重庆万州 去体验一番地道的当地风味 香辣下饭的辣肥肠 居然要用骨糠来制作 这是什么样的神奇操作 这是不是喂猪的那个饲料啊 这不是吃得挺香的吗 手握这么长的竹签烤肉 要怎么才能吃到嘴里呢 现在我感觉这肉没收 我膝盖快熟了 不用锅和灶 直接把炭火倒在辣椒上一起炒 这能做出什么菜 有一股那个焊火烧过的那个糊味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骨糠其实就是古物的外壳 骨糠通常可以当做牲畜的饲料 然而在湖南省衡阳市的长宁市 人们却可以用骨糠制作美食 骨糠也能入锅做菜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您好 大哥 您好 您好 您这儿这辣味挺多的 这辣鱼 辣炒鱼 这辣热 一进来这个味道就闻到 特别香了 这都是我们自己熏吃的 自己熏的 张林辉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农家乐 也是远近闻名的炙辣好手 据说他还掌握着一种 用骨糠制作美食的绝技 你有这个是 这个叫辣肉 这都熏黑了 这熏制的吧 请把熏制的一年到两年 才有这种感觉 我看你这菜单也挺别致的 菜市场 先点的嘛 那今天中午你想吃点什么 那我就可以点个菜呗 可以啊 那太好啊 辣菜能做吗 辣菜能做 常宁人会做辣货 也爱吃辣货 寻常人家的餐桌上 几乎一年四季 都要有辣味菜肴 那么作为炙辣高手的张林辉 他做的辣货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香 哇 舒服吧 从来没感觉过 都大上这么好吃 简直是不要太享受 我们都是用特殊材料做的 特殊材料做的 我们是用这个骨康炒制的 这骨康这是 这是不是喂猪的那个饲料啊 但是有些东西啊 你不要单纯就是看说是喂猪的 那还真是喂猪的呗 哎呦 那我这吃了半天 你这不是吃的挺香的吗 我吃的是挺香的 但是关键是这东西 有东西咱不能细想 想不想知道怎么做的 想知道我还真就挺好奇的 大叔还给你动手帮忙 那没问题啊 那来这免费吃了一顿大肠 我还不能帮你点忙 腊胃在湖南十分常见 有直接生晒的 有用松柏枝熏的 怎样用骨康来做腊胃 张林辉并没有解答味道调查员的疑惑 而是搬出了两筐盗骨 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哎 这个工具 你不会是想给这个盗骨脱壳吧 对 我先教你吧 这样蹲啊 就跟倒算差不多 我看你这手上还有个拧的动作是吧 那咱我试试 你撕下 这拧的目的是什么啊 你再抖下去再投尸啊 拧一下啊 增加它的摩擦力 它的壳脱得更快 咱们就没有点更先进的办法吗 那不行 不行 原汁原味 哎呦这个真的 你不能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要一下一下来 这样 你现在没用力 我是我用力了 我现在很委屈 我用了力 但是他们看着我就感觉没用力一样 这怎么办你说 此时 冲就里的米和糠混合在一起 张林辉还要将它们分离开 这就还需要用到一个传统的工具 风车 我看你穿那么干净也不像是干活的呀 像针头啊 上镜是吧 哇 这个 看起来像风车的一样啊 赚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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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流的这就是大米啊 然后前面出来的就是我们需要 做大成的这个汤 哇 哇 现在我感觉我们是 起了差神道一样 利用风车将大米和谷糠进行分离 最后滤出的米糠 就是制作腊肠的黄金配角 那么这谷糠到底要怎么做肥肠呢 先把这个汤炒到一定的热度 然后再放大肠放里边 把底下都翻上来 对 不能让它底下浮了 来 赚大哥 我看你一身汗了 我来帮你玩 不要多加快 这里得炒到很多苦 先把得炒半个小时以上 它算了 流流来呗 随着锅内谷糠温度的升高 再加入新鲜的大肠一起翻炒 张林辉说 骨糠的作用是要给肥肠去水分和上晒 张哥 咱们这得炒到什么程度 你把手里面的手干 你看这一节 这一节它里面有油 不是太干 那这一节里面没油你摸一下 对 像蕉皮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得把这个大肠炒到 水分都煸干之后才行 骨糠隔绝了肥肠与锅壁的直接接触 使肥肠内的水分逐渐蒸发 又不至于浇糊 这是炒至肥肠最关键的环节 尽量把这个大肠放在中间翻 就是从两边给它炒起来 放到中间 因为中间的温度它是最高的 是不是也会以中间为支点 往中间翻才行 对 对 对 这得炒到什么时候 这个现在目前三分之一的工程 还有三分之二 大家可以注意翻得越快 叶越大 真的 我现在都说不出话 我这个可以呛的 想吃 这不算什么 现在慢慢变色了 你看 这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变成金黄色了 非常漂亮 但是现在不是每一个都变成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个都翻成这样才可以 来来来 您搞两下 张灵辉说 衡阳自古不产盐 过去食盐紧缺 而这种做辣味的方式 与传统的盐烟辣味不同 不用一点盐 同样达到了烟辣的效果 这是先辈的智慧和巧思 咱们就是得把它搓干净对吧 对 你看 这么金黄袋 对 这个就特别明确了 这个就是这个洗好之后 可以把它这个金黄色都展示出来 可以看到 特别的金黄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个特别 这个焦糊味 对 做大虫 这一坨是最好吃的 这种的是吧 这号称就是大虫头 它的肉特别厚 那这个我得记住了 一会吃的时候就专挑这块肉吃 为避免食材变质 此时的肥肠 还需要经历最后的晾晒 自然晾晒的肥肠 在阳光和风的催化下 色泽金黄 具有浓郁的骨香味 晒干后的腊肠十分百搭 能制作出各种家常美味 常宁的山茶 声名远洋 用它来与肥肠组合搭配 也是当地很有特色的吃法 肥肠和茶叶水一同烹煮 去除了肥肠的荤腥 带有茶叶的清香 为了突出肥肠 紧实弹牙的口感 张林辉又将茶叶在热油里煸炒 高温之下肥肠在锅内跳跃 滋滋冒油 在上锅微蒸几分钟 就是常宁人最爱的家常味 茶香肥肠 它这个辣肥肠的话 有嚼头的味道比较真 以前小时候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 香情 香味 对于张林辉来说 家乡的味道 变成了他向往的生活 在四川省石棉县 人们为什么要用 两米长的竹签来烤肉 手握这么长的竹签 怎么才能吃到嘴里呢 苏川省石棉 城棉的古它 新年縣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 謝羅藏族鄉江霸村 是爾蘇藏族同胞的聚居地 在這裡 人們仍然用最傳統的方式 迎接客人的到來 等到夜幕降臨 還可以看到一種特殊的 烤羊肉的方式 大姐 這幹嗎 你好帥哥 烤肉的是吧 是啊 就是烤羊肉 你這方式不錯 直接把肉扔到火堆裡去烤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烤的 這樣烤能保持肉的原味 就是把羊肉直接扔到火堆裡去 是不是特別豪狠啊 在謝羅藏族鄉 羊肉最淳朴的吃法 就是把大塊羊肉 扔進火堂裡烤熟 直接吃 這位熱情的村民告訴味道調查員 在當地 還有一個更加奇特的羊肉吃法 用兩米多長的竹籤來烤羊肉 那麼這兩米多長的羊肉串 到底要怎麼烤呢 楊大叔 修房子呢 修房子 這您上面需要磚是吧 低地挖上來 低地挖上來 這是漏了是吧 房子漏了 今年了要搬一道 需要搬一下 三五年搬一次 三五年再搬一次 這三年再搬一次 楊君 是土生土長的謝羅藏族鄉人 楊君家裡翻修屋頂 鄰居們都來幫忙 作為主人 楊君打算做一頓好吃的 犒勞一下鄰居們 殺了一頭羊 殺羊啊 招待我的翻篷子的人 我一把刀就連把它分完 哇 高超的刀骨 菌肉分的一個部分 然後這個骨頭 再分一個部分 然後這個羊肝另外分一個部分 我們就剩三部分把它分完 就是說內臟肉還有骨頭 是單獨分 對 單獨分 你看 哇 一畫你看 直接就下了 直接就下 這就是 把腿子這個分子 把這個後腿 要拉掉 拉掉 我覺得你真是非常了解這個羊 整個羊的內部構造 這個我們是基本上經常都是把它弄整罐 死了 楊君這次要把孫哥下來的羊肉 做成鴻燜羊肉 把羊的內臟進行滷製 而對於羊排 楊君則打算用長長的竹籤 做成當地傳統的美食 長籤烤肉 不過用這麼粗的竹籤子 怎麼穿羊排呢 那那竹子你不是想直接給它穿過去嗎 我們要把它劃開 把竹子劃開 來吧 開始吧 這等於就是說從這個竹子的中間 中間把它劈開 劈開就行 然後呢 這麼一直這麼拍 對 劃 用緊 劃 對 再來 到這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差不多 用長籤將羊排穿起來烤製的做法並不稀奇 比如新疆和田的紅柳烤肉 就是利用紅柳汁給羊肉增加一抹植物清香 那麼這麼一根完整的竹子 被羊君從中間劈開 這樣做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 劃開竹子有什麼用 主要是放裡面來去 放去 竹子要爆 要爆 竹子就是烤的時候會爆 對 洩羅在爾蘇藏族的語言中 是竹子多的地方的意思 這裡有漫山遍野的竹子 這些竹子也被老百姓們用在了日常生活中 用竹子來穿羊排 是這裡人們世世代代用來招待貴客的食物 只是羊君會將羊排怎麼穿在兩米多長的竹籤上呢 我們就這樣的下廟 加起來 你看 加的 一個一個一個 加起來 那我感覺這個竹子相當於一個大筷子一樣 對 它就是跟筷子差不多的 原理差不多 我本來以為它是把這個尖削完之後穿到肉 現在是加起來了 我們上兩個肉我們要用鐵絲把它固定一下 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肉固定好 楊君說 長籤要配大塊肉 這樣才能彰顯出主家熱情好客 所以楊君用的都是整段整段的羊排 那麼問題來了 這麼大的羊排 要怎麼才能保證那裡烤熟外表卻不會焦糊呢 我這就直接放裡邊烤是吧 烤在這邊 是貼著火還是不貼著火 不貼著火 好 最後我們現在羊肉已經變色了 我們再給它劃一下 用刀子劃一下 蘸一下油 劃開了是不是就能讓它裡邊也能盡上熱熱 咱們這個給它刷油的時候 是用刀劃開的時候 刀上蘸著油了是吧 對 都很蘸著油的 你摸了油它就不敲 濃香的菜籽油順著刀尖進入羊肉 楊君說 至少要每隔五分鐘在羊排上劃幾刀 再在炭火上烤 咱們這樣烤預計得烤多長時間 可能要烤半個小時左右 要慢慢的烤 現在我感覺是肉沒熟 我膝蓋快熟過了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要用這麼長竹膏 對對對 離太近了關鍵是人肉不了 楊君說 這炭火可是他們當地人的百寶箱 不僅能用來烤羊排 還可以燒水 烤雞蛋 這其中要屬羊肝的做法最獨特 扔在火裡直接烤 這直接扔到炭火裡不會把它弄壞嗎 不會 它烤到一滴的時候 它那個上面的灰它自然就掉了 咱也不加點調味料 這能好吃嗎 不要 不加 吃貝味 本味不刪嗎 我現在有點將信將疑 沒事 一會咱嚐嚐 這種羊肝的烤法 著實出乎意料 羊肝在炭灰中很快就變成了焦黑色 羊肝切記不能烤老 在炭灰裡翻個面就要拿出來了 再用刀刮掉表面的炭灰就可以吃了 你吃一下吧 裡面還有點血水呢 就是要吃這個有血水這個 那咱們嘗嘗看這個最傳統的烤羊肝的方法能不能好吃 有點味兒 羊排在炭灰上被烤得霹雳啪啦作響 濃郁的香味飄散在農家小院裡 烤好的羊排不需要添加其他調味料 一勺鹽水就可以激發它的鮮味 不過手握這麼長的竹籤 要怎麼才能把羊肉送到嘴裡呢 大叔我看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我自己這夠不著吧 我哪給你吃菜 感情很好的人 我哪給你吃小伯 除了羊肉本身的味道 其他沒有任何調味料的感覺 最重要的是它這個羊肉一點不刪 您嘗嘗我這行不行 好好好 咱倆有來有往 來來來來 原來是這麼吃的啊 互相給舉著 哇 美香 美味 是吧 天色漸漸暗下來 楊君的屋頂也全部翻修完工 狂歡正式開始 夾在竹竿上的羊肉 被炭火烤得鮮香 大家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愉快地跳舞 盡情地享受這歡聚的時刻 一隻小小的土碗成就了一方風味 這種土碗有什麼特別之處 在重慶市萬州區武陵鎮 有一種土味十足的土碗菜 在當地十分受歡迎 當地人稱之為土扣碗 那個藥箱子炒飯呢 都比如說有這個土扣碗來下飯 飯不能吃 口味一定要吃 我們人家上去的 啥子事情都不錯 第一件事情就是土扣碗 武陵鎮的土扣碗通常是指 當地特色風味的粉蒸羊肉 排骨和肥腸 無論食材怎樣變化 用土碗成菜是一定不能變的 因為用那個土耳 它那個蒸出來的口味 它才用那個土耳 所以我們叫土口耳 土口耳它體現的什麼 就是有土質 一個土耳不僅僅是說那個 它的口味是土耳 所以它是味道的土耳 對 不是那個土耳 從外型上看 土扣碗既沒有奢華的外表 更能有精緻的配菜 為什麼土味會是這道菜的美味密碼 土扣碗裡的土味又到底是什麼 帶著疑惑 味道調查員來到武陵鎮的 一家扣碗店內 看旁邊那一桌 保守估計它那個桌子上 應該至少有十幾二十碗的這個扣碗 應該很好吃 我先嘗一下 香辣味十足 鄧道平經營這家扣碗店 已有二十多年 深安土扣碗烹飪之道 店裡每天要賣出 三千多個土扣碗 鄧道平說 要想了解土味的精髓 就得讓味道調查員開開眼界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雷子 這用來給道骨脫殼的 用這個來脫 那咱試試行不行 這個我認識 這是生子是不是 生子 直接倒 它裡面這個大洞還挺深的 你看 你撵著我看看 小心一點 那我躲遠點 你能看到 在那個裡邊再往下掉 咱們這兒往下飛的 就是這個倒骨殼的 你看 這個米是米 這個殼是殼是不是 凍到平年米所用到的工具 名叫龍木 龍木主要是由木頭和竹子 製作而成的 工作原理與石墨相仿 為什麼要用這個 咱們用機器不行 不比這塊多了 機器沒這個香 沒這個香是不是 對 用龍木粘米 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 大米粒上的胚芽 而大米胚芽 就是稻米的精華 也就是鄧到平說的 手工粘米香的原因所在 我看你這個汗珠子都掉下來了 要不然我放一會兒 你不行的吧 我試試好吧 我來試一下 開始了啊 您先幫我來 咱們先找個感覺 還挺輕鬆的呀 你怎麼縮手了 脫殼後的倒骨 還需要經歷風車過濾 石就搗碎 才能成為米粉代用 如果說手工粘米 是鄧到平製作土扣碗的基礎底位 那接下來就輪到土扣碗的靈魂匿料登場了 咱們這燒火要幹什麼呢 要是烤辣椒 什麼叫烤辣椒呀 就是用這個炭的灰 把那個辣椒在一起把它烤上 也就是芙辣殼 芙辣殼是什麼東西 這個辣椒把它烤芙了 成為芙辣 芙辣殼是這個意思是吧 對 我覺得您做這個菜的每一道步驟 都挺辛苦的 剛才付出的是體力 現在付出的是耐力 我現在就要忍受這個熱浪不斷的襲來 太熱了 人辛苦一點 但是做出來它好吃啊 那個辣椒香味也好一些 咱們現在已經差不多了是嗎 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湯匙拿過去烤辣椒 直接倒啊 直接倒 這可以嗎 可以 現在用船子船把它和一下 現在咱們算是炒辣椒了是不是 對 好香啊 這個辣椒的香味噴上來了 真的好香啊 我忍不住 我想透過來拍過來聞 從來沒有聞到過這樣的辣椒的香味 你像我們平時聞的那個辣椒的香味 都是煸出來的帶點辣油的香味 但是這個香味好像是 有點那個炭灰的燒烤的味道 對 這個辣椒的香味 好香喔 還有點燙呢 能捏碎耶 好脆喔 辣了 醬到了 特別在辣 有一股那個炭火燒過的那個糊味 辣椒 覺得我的手現在已經火辣辣的了 鼻子上在享受著這個嗆人的味道 手指也沒有逃過這個辣椒的這個魔咒 有點疼 有點遮得有點疼 你不會被嗆到嗎 已經蠻習慣了 好 蘊含香土氣息的米粉 以及帶有炭灰味道的胡辣殼 就是製作土厚碗的靈魂調料 將羊腿肉切成3厘米左右的大塊 除了能滿足大口吃肉的爽快 同時也更方便了接下來的醃製 首先我們加鹽 薑 加油 這個我老朋友了 辣椒 這是我們剛做的這個胡辣椒 現在就可以揉了 這個動作很快 我看您揉肉的這個動作 這邊就是還有一點力 腌肉料的加入 增加了羊肉味道的層次感 在用手不停地攪拌 香味物質滲透入肉中 肉鮮味進一步得到釋放 好 現在我們就加米粉了 這個米面放進去以後 就開始這樣撈是嗎 把它撈勻 整個體積就膨脹起來了 油也被收在這個米面裡面了 被米粉吸收了 接下來就要用土碗裝羊肉了 那麼為什麼一定要用土碗作為容器呢 下一步我們就要蒸碗了 咱們這個碗也很有意思啊 這個小小的碗 土碗嘛 為什麼要用這個碗來做呢 土碗蒸菜的就比較香一些 鄧道平說 土碗透氣性較好 會影響蒸菜的口感 而且土碗也是武陵鎮人的集體回憶 武陵曾是長江邊重要的水運碼頭 這裡燒製出來的土碗 價格便宜 質量好 通過長江水運遠銷四方 而武陵鎮的家家戶戶 也都習慣用著本地產的土碗 時至今日 雖然土碗逐漸消失在人們的生活中 但土碗依然能讓武陵人倍感親切 羊肉裝入土碗後 再加少許水 上籠蒸製半小時 土碗風味集成 羊肉緊實彈牙 再加上麻辣調料 味蕩奔出愉悅的信號 土碗的東西大家都認為 蒸出來的味道原子原味 給一段時間不吃的話很嚮往 這個蕩套碗味道巴似的很 二十多年來 靠著這份做土碗的手藝 鄧道平撐起了一家人的生活 也讓五味俱全的土碗 成為武陵人最喜愛的家鄉味道 張林輝堅持在煙燻火燎中炒骨糠做辣貨 這樣傳統的製作方法 為食物注入了家鄉風味 在四川十年的爾蘇藏族村寨裡 熱情豪放的村民們 經常會聚集在篝火邊 再歌再舞 而楊君和他製作的長籤烤肉 幾乎不會缺席 鄧道平的土扣碗 已然成為小鎮上的一道風景線 一直陪伴在每一個小鎮人的生活裡 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們 都用美食全是生活